哈囉 各位親愛的老天文哥來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繼續來談刮傷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我之前很推薦這個小好的霧面保護貼 那我前幾個影片有在測試說 你即使用日常生活的硬幣、小刀、鑰匙 其實都傷不了它的保護貼 那我再快速的測試一次 就是我拿一塊這個是測試用的保護貼 你看這個霧面的處理 第一個它輸油輸水層非常好以外 你拿這個刀子很銳利 你去聽我的聲音我在刮 然後你其實我這個燈在照 你其實看它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刮痕 所以它的這個輸油輸水跟它的硬度 其實你日常生活東西是傷不了的 那怎麼樣才會讓它有刮傷 其實這個是我在一個影片看一個YouTuber 我發現的可能是這個問題 這張是小好的保護貼號 這邊有它的雷錶在這裡 我們來試看小好的是不是也擋得住 應該是擋不住 應該是擋不住 我們只能用比它硬度更高的東西去把它 才可以刮刮 那生活上到底有什麼硬度比較高的 那其實我們日常生活應該是比較少 一般是說那種灰塵石音或什麼會刮傷 那其實我在想可能是這個我們藍寶石的鏡頭 因為我在一個YouTuber看它開箱的時候 它把舊的手機 舊的手機跟新的手機兩支手機 就等於是說它買手機的時候就兩支這樣子疊在一起 那等於是說舊的手機的螢幕就去刮到新的手機的螢幕 舊的手機的這個鏡頭就去刮到這個新的螢幕 就發現出現刮痕 甚至它這個藍寶石多堅硬 有可能會把你的這個邊框都刮掉 所以其實你最大的刮傷的危險 可能是這個藍寶石的鏡頭 所以其實它是應該是手機裡面最堅固的 會不會就是這個鏡頭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說 其實是不是只能用這個鏡頭才刮得了 那我現在隨便也是找一個地方 我們找下面好了 我就用這個鏡頭它這個凸起來的地方 我們去刮它 看能不能刮傷 你們聽那個聲音 喔!有刮傷了 你看它這邊 這邊就有一些刮傷了 看一下 你如果這個鏡頭接觸到這個 試看看 是可以刮傷的 你看 那所以其實現在最危險的東西是這個 藍寶石的這個鏡頭 你看這邊都是刮傷 我會再用拍照的給你們看 所以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這一個 藍寶石的原來是這一個鏡頭有可能 有可能會刮傷你的這個保護貼 那我看這個是有刮傷的 你們看這都是有刮痕 這就插不掉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手機 你如果買新機回來的時候 切記 不要不要兩支手機 比如說你們在備份的時候 小心喔!兩支不要交疊 有可能你這個鏡頭就刮傷了你的另外一支手機的螢幕 那有可能這個是一個問題 然後因為它這個硬度很高 也許連你的這個邊框都可能會刮花掉 所以今天的測試 的確如果真的要能有刮痕的話 就是這個 藍寶石的這個鏡頭 應該就是iPhone的鏡頭 所以你生活上最銳利的東西就是手機 如果你有兩三支手機的 你千萬不能放在一起 放在同一個口袋 不然你的 不管你貼什麼的保護貼一定都是會刮傷 我看下面這邊都是已經刮傷了 我會再把這個拍起來給你們看 所以 抓到兇手了 就是這個鏡頭 所以你千萬不要把手機兩支疊在一起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囉 希望對你們很有幫助 謝謝! 請聊一下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